每週三晚上8點 在YouTube有首播 我們不推走的行動 不推走的行動 你們一定要走一次收看 因為滴液綠糕 老闆才會開心 他可以跟我們一起去 真的 拜託拜 你幫你的朋友大家都加一加 記得按左下角的訂閱 訂閱 好不好 怎麼樣 走出情商 真的 如果有情商的話 好建議 來 開創新作 牡羊巨蟹天秤摩羯 現場就是萱萱跟大天 你們都是一個巨蟹 一個牡羊 這一組其實在我看來 是比較不容易走出情商 是真的 不容易 因為這一組的人會怎麼說 花多久的時間在一起 就要花多久的時間忘了對方 所以交往的年份越久 這很難 時間 對 時間 時間就會累積他們很多的記憶 就會讓 而且他們其實這一組的人 不容易進去一段戀情 也是要花點時間才能打動他們 所以你都已經打動我了 所以我的心已經進去 然後你現在就要出來 所以他會很受傷 OK 還好你只有兩年 因為這一組是溫水煮青蛙 所以我會建議 如果真的讓你遇到了這種 忽然間跟你分手 然後讓你很受傷 或不懂為什麼的人 母娘就趕快去找下一個就好了 我覺得第一當然等時間 你要知道時間對你來說很重要 你不要心急 第二個我覺得 趕快切斷你跟你回憶的聯繫 那當然最好的方法就是 先來一趟旅行 或者是你們也很需要訴說委屈 所以旁邊如果有好朋友照顧你 不是說聽你訴說 因為我覺得你們這一組也很ㄍㄧㄥ 要你去講自己有多難過 也講不出來 但是如果有親朋好友 經常的關心一下失戀的這一組 真的非常重要 然後時間過去我覺得就會慢慢淡化 好不好 好 然後固定星座 金流 獅子 天蝎 水瓶 那現場就是Gino跟以愛 還有我跟心美姐 我們這一組就是 狠狠的愛的那一種 所以我們如果受傷也會 狠狠的受傷 跟也會用一種狠狠的態度 就是你滾 你這一輩子都不要再回來 你去死好了 就心裡髒話罵一萬遍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委屈 不知道跟誰訴說 所以其實固定星座一旦失戀 狀態應該是滿可怕的 前一段時間一定會放不下 可是只要好好的單你 我覺得就分兩組 一組就是你很在意這段感情 我覺得你就好好的享受這個失戀 我用享受來形容就是 你都不想上班了 你一定會難過到不想上班 我覺得這一組還會擦擦眼淚去上班 這一組是我只想在家裡混吃等死 然後躺在床上像廢人一樣 那你就廢 你就廢個一個禮拜 你就好好的廢一個禮拜 真的 就請假吧 單力到你想吐的時候你就好了 覺醒 就覺醒了 那這一組如果是甩掉別人的人 那是沒有情傷可言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沒有很愛的話 你會心裡很高興 好高興這個爛人座 真的 那變動星座 我覺得變動星座 可能是這三組裡面 最快走出情傷的 這個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真的走出情傷 一種是假的 假假走 假動作 真的的那一組 平常就沒有什麼良心 平常就有很多備胎了 對不對 就這樣子嗎 是不是 但是如果是沒有良心的 那有一組是 他其實走不出來 但是他真的很能堅又很會演 那這一組因為他會演 所以我替他擔心 對 他會演的我不在乎 沒事 就是有事 很壓抑 其實就是有事 好 所以這一組 如果是演的那一組 假裝沒事的那一組 他的情傷可能卡得比這兩組很久 因為我覺得這兩組是會過去的 對啊 這一組就是一個心裡的一個 騙人騙己 但從來沒過去的點卡在那裡 我覺得也是需要一點時間 譬如說 等到他自己終於有了一個新的開始 他可能才會發現自己過去有多愚蠢 為什麼要為了一個不及格的感情 對 所以你看我就突然想通了 我想回家打掃一下 心裡的垃圾好嗎 對 謝謝大家給我們分享故事 謝謝張老師 聽到我們的垃圾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我打掃一下 謝謝大家 打掃一下 我打掃一下 不要緊 謝謝大家